大家好 我是MIRROR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疫情 在韓國一開始 二、三月的時候 真的爆發得不中 確診者每天都有三個位的數字 而維持了一段時間之後 韓國政府也有做了很多防疫的措施 一些政策之後 在韓國的人 真的很明顯比起一開始的時候 防疫意識是重了很多 比較上心一點 韓國的四月就是春天開始就是花季 可能很多韓國人都因為壓迫太久 所以他們忍不住去很多人的地方 去上櫻花 或者上其他花 但慶幸的就是確診人數 並沒有因為多了人去上花 而上升了 所以可能因為這樣大家更加放心 但是在五月初 大概兩個星期之前 有一位農人士的第66號感染 就是感染疫症的初期 他去過離泰院的多間夜店 而導致離泰院的那間夜店 是有一個群聚感染的個案 截至5月17號 就說有168人確診 所以現在大家都是非常之擔心 首爾會不會有第二波的爆發 因為其實之前那一次爆發 就在大幼 距離首爾就是大約三四個小時車程 那時候首爾的感染人數 其實真的不算太多 好像是百多人左右 所以首爾市政府就發出了禁制令 就不讓大家去全市的娛樂場所 而在早幾天實施了的其中一個政策 就是如果坐地鐵的時候 那個擁擠度是超過150%的時候 意思就是如果乘客在車上裡面 很迫不動的時候 就會禁止沒有戴口罩的乘客上車 那地鐵站呢 也都會有得買一次性的口罩 那我最近出街的時候 其實我也有留意到 基本上99%的人都是有戴口罩的 而首爾市的巴士 就會視乎乘客的勇者 有彈性的調整發車的時間 而口罩方面呢 基本上都可以買到 我看到網上都有口罩賣的 還有去藥局買口罩都不用排隊了 那我知道我的觀眾們 都是分別來自不同的地方 我覺得大家可能都會對其他地方的 疫情的情況是覺得好奇的 那所以現在我就要來連線打給我的朋友們 看看他們居住的那個地方 那個疫情情況是如何 喂? 啊 我有看你 就是差不多恢復正常 就是在街上基本上99%的人 全部都還是會戴口罩 可是我覺得像去餐廳吃飯的人也比較多 吃該的人也蠻多的 你剛剛是說吃該的人嗎? 吃該 吃該 吃該的人也蠻多的 之前香港不是有那個 就是規定四個人以上不能聚會 然後現在就是也解除了 可是你可以感覺到 就是香港人現在還是很小心 就是到哪裡就會看到大家開始在消毒手 消毒餐具 然後噴那個消毒噴霧這樣 都恢復正常 可是大家那個防疫的意識還是蠻強的 很強欸 進去大家都還是要 很多時候還是要量體溫啊 什麼的 對啊 所以我覺得香港客人是在這方面 真的還蠻團結的 算是放心去不同的地方對不對 我覺得聚會還是有 可是很大規模 就是可能十幾個二十個人的聚會還是 我覺得有比較少 就是大家還是沒有完全的放下那個警戒性 但劇場生活其實我覺得差不多都恢復正常 其實我覺得香港的防疫這一次 至少到現在啦 就是香港人市民來說是做的蠻好的 對我也覺得是香港市民做的蠻好的 你知道我的意思 都知道 口罩現在可以很容易的麻痹嗎 我覺得大致來說香港的口罩的貨都還蠻齊全的 可是之前會有 前一段時間會有朋友跟我講說 可能是假的口罩或什麼 可是現在那個像香港TV Mall嘛 他們都有做就是自己生產香港本地的口罩 越來越充足的話就也比較安心吧 就比較不用擔心有假的啊或者是 所以香港現在算是沒有缺口罩也沒有搶口罩的情況 沒有 口罩的價格又慢慢的會回來了 所以你什麼時候要回香港 我覺得等真的比較確定下來先 我覺得現在真的能夠不要搭飛機就不要travel了 真的不要造成大家的困擾 看看你們的生活有沒有變回正常還是怎樣 我想知道 多了人出街了 你們weekend出去吃東西的時候 其實是已經要排回 我想大家都已經是忍了很久嘛 但是上班方面呢 其實沒有什麼分別的 我仍然都是要出來開會 我仍然都要回辦辦公室 例如說可能我這行的關係而已 在哪裡都可以的嘛 現在都常算是叫home office 我們仍然是可以在home office做事的 好像開會啊或者要出去出庭啊 那就要出來做事 其實沒有什麼特別都是可以home office的 好像算是回復回正常的樣子 算是的 我覺得最好的一個地方就是 大家不會因為這些原因 有得太久了 我要所有東西充限了 其實消毒啊 戴口罩這些其實都是一樣的 香港人的防疫意識很好啊 你喜歡哪個手指呢 還行 應該比在韓國看到的時候瘦喔 有欸你又瘦很多 你們的生活其實有什麼改變嗎 還是有很多人在練 但是我們進出還是要消毒跟量體溫啦 但是就開始慢慢恢復正常 但是我們進出公共場合 像等電梯啊排隊 它還是會地上會貼那個標籤啊 1.5公尺 所以這種時候就真的外面都沒什麼人 看一個寶廠啊 去飯店只有一兩個人 健身房那個時候人也很少 但最近我覺得人潮可能有前盛時期的六七成了 還是有一些影響啊 但是我覺得就是 我覺得大家也習慣了耶 你應該也習慣了 例如跟半年前比 我覺得可能還是會有一些不方便 就是久了就會習慣了 我覺得台灣這次很神奇 就是之前一度也都好幾次要爆發 像什麼我們也是有些軍人啊 然後就是集體幹 就後來的人數也沒有破散出去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台灣政府還是還是蠻厲害 表現蠻好 對台灣政府很棒 我覺得也是因為以前 十幾年前我們那個殺死太嚴重 所以這次就比較做得比較好 我們也有殺死 我們香港政府 是有一些行業我們的 欸 我不知道KTV 就是領獎 還是比較嚴格 就檢查有沒有保持安全距離啊 然後有沒有密閉空間 尤其沒有一些人戴口罩什麼 我每次經過KTV晚上都在領獎 娛樂產業政府還是盯比較近 你要先登記名字 以免說有人感染之後 他才可以回溯 去追蹤說他跟誰接觸 台灣開給香港澳門跟 大陸嗎好像是 那等你十月來 我要去 我半年沒有去了 我半年沒有去了 好啦 加油 好啦 你也是 那你去做運動唄 拜 好 掰 喂 牛爸 你在幹嘛 在公司啊 沒有影響嗎 其實你自己在台灣 影響不會到太大 對 因為只要出去 我們就是 戴好口罩 每個餐廳或是 停車場買貨公司 醫院 你只要進出的時候 他們一定會幫你等一下提溫 如果說真的有發燒 他們也不會讓你進去 台灣這一塊 每個餐廳啊 機構 他們都做得不錯 大家有這個意識啦 這不會沒有人戴護照嗎 大家是一定在路上 幾乎大家全部都是會帶著 然後現在是因為 連續十天沒有確診的 大家最近好像 跑照有帶比較少 但是做 大眾交通工具 大家還是會帶 因為這是 目前法規有規定 一定要帶 還是要保持一點距離 從一月底二月的時候 開始 就一直看到台灣 哇 這為什麼可以 這是做得太好了 就提前預防 對 預防我覺得台灣做得很不錯 然後大家那個防疫的意識也很強 真的我覺得好像有經驗蠻重要 因為台灣人跟香港人也是差不多的概念 就是因為經歷過一個嚴重的東西 然後就會有那個意識去做得更好 對 所以現在香港也就是 就是那個確診人數也好像 蠻低的 對 我覺得台灣是 台灣的人民跟台灣的政府做得很好 然後香港人自己做得很好 台灣現在其實之前 人家嚴重的時候就有些公司 他們已經模擬說 在家工作 其實也有一些公司 他們有這樣實施 對 台灣是差不多好像二月那時候 就已經有實施 就是 學生延後開學 現在都正常上課 其實我們出門 我們自己已經養成一個喜歡 就是口罩都會戴著 可是你們算是 有減少出門嗎 其實也不太會 就是像有時候也會跟朋友去吃飯 但是就是 現在有些餐廳他們也會 把每一個座位 把它區隔開來 啊 會有分更開 空隔一個位置 然後或者是說 他們有些人會去做壓克力隔板 把你隔開 但是我覺得這是個過渡期吧 對啊 像 對 對 外面的上面 畢竟 生意還是影響很多吧 滿慘的大家都 但全世界每個政府也一直在 呃 推出一些 輔導專案幫助大家一起度過這個疫情嘛 所以有很多補助可以去申請 我覺得也還滿不錯 希望年底的時候我真的可以去台灣 我很想念台灣欸 超想去 超想去 十月會可以讓外國人進去 如果也可以啦 不過就是回家 你要自我隔離14年 對 就何必呢 就是有危險啊 對啊風險這麼高 就等我來喝酒 然後就沒遇到你了 你啦 哇 你們現在在幹嘛 沒有啊在吃飯啊 吃飯 你們現在還好嗎 就是每天躲在家裡啊 我聽說日本是不是東京最嚴重 喔東京很嚴重 但是現在已經有慢慢的緩下來 你們那邊距離東京不是一個多小時 八十分鐘 對我們這裡其實也是 日本裡面算是還滿 可能排在前面十名的地方 就盡量不出門啊 東京的話就我們已經 好久沒有去了 所以現在是感覺有 變回正常的意思嗎 日本現在是那個 之前政府有發的那個 緊急事態宣言嘛 那已經解除了現在 從昨天前天開始變 已經開門了慢慢的 一家一家開 你們會不會因為解除了 然後就想要再出去 出去可能吃個飯啊 或是拍影片什麼 就是還是都會買回來吃這樣子 我們在心裡面覺得 有點不好意思 對 就沒有辦法安心去吃飯這樣子 對你們來說沒有什麼很大影響 對我來說沒有很大 就是 因為我們剛剛搬家 對啊 所以我們搬家之後 就是忙著你們的家裡嘛 那這段時間也可以忘記說 就是想要出門的這種事情 你們現在家這麼大 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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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去 所以你們 欸你們口罩呢 現在就可以買得到 還是買不到 是超商還是沒有 我們家還有 我們家就是之前有 有囤了很多嗎 因為也少出門啊 少出門的話就不需要 啊 不知道什麼時候才可以結束 我剛剛移動到場上 你就打電話過來了 哈哈 日本喔 我是感覺啦 日本現在在一個 就是快要回復正常狀態的路上 在往那個方向進行中 就感覺他們在嘗試著繞每個地方 漸漸步回本來的軌道 東京喔 東京喔 最多的地方最嚴重啊 京都還好嗎 我就是真的很 stay home欸 日本沒有不准出門 因為好像說什麼 人權問題 什麼什麼 學校 有陸續停 可北海道先停 後來別的縣市有開始 就是跟著停 然後上班的話 我朋友其實很多 從 三四月就開始在家工作 然後有一些工作比較慢 是四月多才開始在家工作 然後我是一直在家工作 我也是 出門的人有變多還是怎樣 因為我真的是沒有出門 我不知道它是怎樣 但是 但是 我還是要出去買菜吃飯啊 什麼的 我感覺 其實 餐廳了 餐廳了 餐廳停業的還是很多 然後之前有那種連鎖的那種家庭餐廳 說到五月六號為止 他們是禁止內用 比較大的酒店啊 酒店啊 那些都是關的 我想要去日本 我現在 我幾月 我一月底回來的 然後四個月沒有 沒有飛 好不習慣 我覺得隔離是一回事 我是可以回去在台灣在家隔離 反正就跟家人在一起就好 但是 最後一次我真的覺得我媽 身體不是很好 然後我如果有帶病回去 我自己不知道 我會第一個感染給我媽 對 我會瘋掉 然後加上我自己也是一個 很不可以感染這個狀況的人 就是 就是我也不是什麼健康的年輕人 你知道我的腰受傷 真的 我一個瘦我就會死掉 真的 我覺得大家真的不能高估自己耶 就是要僥心 你沒有出門多少天了 對啊 我昨天有去超市買菜啊 偶爾會在朋友家見面吃飯 但是我們都是那種不出門的人 然後今天開始 所有的居酒屋 有放寬那個規定 就是說可以提供酒到晚上9點 本來說好像只有晚上7點 還8點之類的啦 就是禁止別人聚會 嗯 是今天開始解禁 但是我就 我本來今天朋友邀我出去吃飯 喝一杯這樣 我就很想不去 但是 他說欸現在解禁了 如果是情況好轉 所以造成解禁的話 那當然是好 但是如果 應該真的是不是安全存 我也不知道 我就蠻擔心的 所以我就沒有去 而日本全部是在大城市耶 全部一萬多人 反正這裡都是東京 再來是大阪 然後就是往旁邊擴散 首都圈這樣子 因為東京大家都是搭電車 電車很緊 然後日本大家都會說是 公司沒有說你可以請假 你感冒發燒標上班的那種 超可怕的啊 因為之前就是有一些上班族 他感冒發燒 已經有疫情的事發生囉 那可能是我們講中文的 可能從過年就開始sense到對不對 對 那時候你在東京就在買口罩啦 對啊 但是一月底嘛 然後我說的那個日本上班族 是三月多的時候囉 因為感冒發燒 他還持續發燒 上了三天半耶 然後就導致反正公司 也是會影響啊 然後反正東京就爆 反正我現在我會 這個解禁是真的是情況 安全了嗎 還是說經濟不運轉不行 說我身邊在家工作的人嗎 對 而目前都還是在家工作的 還沒有人是回到公司上班 但是好像有人已經聽到消息 做幾個幾號要回去上班 現在就是很容易嗎 那其實有一陣子好像 確實有點口罩慌 但是你偶爾去超市 還是買得到那種單包裝的兩三個 那確實比較難整 有一陣子我也是沒有看到有 我之前有買嘛就夠 但如果我是剛好用完的人 然後真的找不到 就確實會沒口罩戴 我前兩三個禮拜吧 開始陸續街上 就會看到一些照片說 今天口罩進貨囉 不是賣口罩的店 全部開始進口罩賣口罩 90%以上的人有戴口罩 為什麼 之前是完全是不能出去 是買東西而已 現在咧 現在 其實之前也是可以出去啦 就是口罩啊 手套啊 然後消毒這種事不要做好 塑膠手套 只可以限制一個人出去 每個家庭的一個人 就是負責買那個 買購物 在路上就是設那個 如果超過兩個人 就會直接罰款一千塊嘛 但是現在的狀況呢 就是已經可以兩個人 三個四個 他們現在已經半開放 上個星期開始 所以之前馬來西亞 是完全不可以出去工作 只能在家嗎 對 大家都是在家裡 work from home 六個星期每天都做同樣的事情 感覺比較像一個活人了 然後可以買奶茶喝這樣子 但是還是要小心啦 還是要戴口罩 盡量就是不要觸碰到東西 然後要一直洗手 手套的話 我給你看一下 大概是這樣子類型 哦 白色這種我以為是透明的耶 去超市買菜的時候就要戴這個 對對對 因為那些超市的那些 手推車 很多人碰過嘛 所以就很危險 回到家裡就要丟 然後那些紙袋啊 就買回來的東西 全部要那個噴霧劑消毒 每一天的新的確診的case 40個到50個吧 東馬也是有 西馬也是有 學校很有開的嗎 還沒有耶 還沒有開 嗯好像在家裡上課耶 就是帶走 就是你們會不會聚會 不會耶 放過就回來喔 就是你們也蠻 那個意思還蠻重的 就是你們也蠻care 來也走嘛 就怕了喔 哈囉 他在看我嗎 嗯他在看你 好啦我等一下再叫你啦 我先插手電話 好好好 你先忙咯 好 拜拜 好 聽完第一個分享之後 我覺得 其實台灣真的做得很好 因為他們基本上 由一開始疫情爆發的時候 他們已經是馬上做了很多措施了 基本上台灣人是沒有什麼 怎麼被疫情去影響到他們的生活 或者一些工作 所以我覺得台灣的政府真的做得很好 而香港的話 那大家都好像開始可以回復回 比較正常的生活了 那我也覺得是很慶幸的 因為是真的全靠香港人自己 他們的指法性去 防疫 變成現在 基本上好像沒有什麼新增的案 那雖然今次疫情爆發的時候 我個人不是香港 我也是韓國 那但是 其實我在韓國 跟其他 無論是韓國朋友 或者一些來自其他國家的朋友 去聊天的時候 我都不時跟他們分享現在香港的狀況 其實我都很驕傲自己是香港人 我都是來自香港的一份子 那無論大家身處在什麼地方 都一起不要掉下輕心 希望整個疫情可以儘快有好轉 那就不會導致更多我們 不希望看到的情況出現了 好 今天影片其實不是想很刑重的 純粹跟大家分享一下 現在各國有什麼狀況 那如果我喜歡我今天的分享的話 幫我按理解我 謝謝大家收看 我們在下條影片再見 Bye I'll see you soon I'll see you soon